Hello 大家好 我是Rosie 今天要來介紹一下我們新的First Story Studio App 該如何操作以及一些介面的說明 點開App之後會到登入的畫面 這邊會先建議如果你是還沒有註冊的用戶 先到網頁版進行註冊以及設定你的節目再過來做登入喔 登入之後你就可以快速的瀏覽節目的整體收聽數據 包含下載數以及不重複下載數 下方的圖表可以做切換 然後時間區間可以做調整 往下滑也有收聽平台的比例 以及聽眾的性別以及年齡的分佈 然後也可以看到聽眾所在的地點 點進國家裡面可以看到各個城市的比例 接下來我們來看通知的頁面 當你的聽眾在First Story的留言板留言 以及他贊助了你的節目都會在這邊即時的顯示通知喔 接下來就是節目資訊的畫面 首先我們看到收聽平台 在收聽平台的頁面你可以看到你的節目在各個播放平台的網站 以及你的RSS網址 最上方的FLINK可以讓你快速的分享節目 另外我們也提供了QR Code可以讓你用圖片的方式或是掃描分享你的節目 接下來我們來看聽眾留言的部分 在聽眾留言的介面中你可以看到有Apple Podcast的評分 以及有FaceStory的留言板 Apple Podcast的部分還可以快速的切換國家 接著我們來說明一下單集的頁面 點進你想要查看的單集 你也可以看到該集的下載數以及不重複下載數 還有聽眾的資訊 以及你也可以看到留言以及該集的敘述欄 如果你想要分享這個單集的話你可以點選收聽平台 這邊一樣也是按下分享的按鈕你就可以快速的分享這一集 最後一部分點擊左上角的頭像 這邊可以快速的切換你帳號下面的節目 如果你在使用我們的軟體或是服務時遇到什麼樣的問題 都可以點擊幫助中心 會快速的連結到我們寫教學文章的地方 裡面有很多常見的問題都在這邊可以找到 再來如果要聯繫客服的話 只要點擊聯絡我們 就可以線上跟我們溝通囉 以上是這一次新版App的介紹 未來也會增加更多不同的功能 如果有遇到其他的問題或是有發現BUG的話 都可以優先在幫助中心尋找答案 或是透過客服聯繫我們 我是FIRST STORY的ROSIE 我們下個教學見啦 掰掰